已提交总统候选人合格证书申请的 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长黄国松说 他有信心符合资格参选总统 他说过往的记录也展现出 他具备了参选总统的三大条件 也就是能力、责任感以及诚信 黄国松今天早上走访物落的一座熟食中心 同摊贩和军民互动 他接受媒体访问时重申 总统的重要职责是保管国家储备金 国家需要一个了解国家储备金的总统 来执行这个任务 黄国松也说他同意李显龙总理早前 在国庆献词中说 新加坡与众不同 黄国松说 新加坡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国家 是因为我国有一个强大的储备金 国人的团结一心 以及良好的治理体系 而这些都是总统有责任维护的 再次随便责任维护的